你敢相信吗 第一个飞入太空的人造物不是飞船 而是一枚井盖 1957年 美国为了进一步测试微型核弹的威力 他们在新墨西哥州建成了一座 深150米的洛斯阿拉莫斯地下深坑 把一枚小型核弹放在坑底 上面有混凝土封住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还用特殊材料制作了一个10厘米厚的实行井盖 并且在井盖的周围架起了几台高速摄像机 便于观察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一幕发生了 由于科学家们错误低估了核弹的威力 实际爆炸产生的威力是估算的5万倍 导致瞬间将混凝土蒸发掉 而盖在洞口的井盖直接冲天而起 消失不见了 科学家们赶紧查看几台高速摄像机 没想到的是 由于井盖起飞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将拍摄的视频放到最慢 才隐约能看到一帧井盖的残影 经过科学家们估算 井盖起飞的速度达到了惊人的70公里每秒 这个速度是地球逃逸速度的6倍 是音速的206倍 时至今日 这枚核动力井盖也仍未找到 因此人们推测它可能早已飞出地球 甚至飞出了太阳系 也有人解释井盖可能在大气层中直接被融化 如果核动力井盖的推测是真的 那么它将超越同一年 由前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 成为真正意义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造物 那么你认为这枚核动力井盖现在在哪里呢